好,那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這是各種比例子的使用方式 比例子在最後的時候要設定的時候相當重要 所以麻煩你要弄清楚 OK 好 那再往下看的話 你的標注設定了沒 文字設定了沒 線型 剖面樣式 他有一個HP Scale 這個東西你要去設定 如果你沒有到時候要知道怎麼去設定喔 不要忘了喔 那不同比例子裡面的至高 我們等一下講的是一百分之一的剖面圖 平面圖 所以我們至高在35到50 應該來講說不應該到那麼多 就說他0.35 應該是0.25到0.35之間 那內文的文字是25到35之間 LT Scale大概在2.5 Dimension Scale是10 這個要記得在哪裡設定喔 在 標注設定裡面要做設定 出圖規劃你做了沒有 OK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要看 這邊的題目是 以那個秉級檢定的 提醒提庫 如果你有向他報名秉級檢定的話 可以查勞動部 動力發展署 就是你現在講的第 第3T次的檢定裡面有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應用 可以去看看 有興趣就說 我不強迫 有興趣的話就去 報名 那你們先考測量我也OK 以後想要再檢定 你就回來再看看 OK 那這邊第1章的部分就close掉了 我們看第2章 第2章開始講結構平面圖 那結構平面圖裡面你必須要了解結構平面圖在講什麼東西 那在結構平面圖通常在這之前在第2章 那第2章裡面這邊有一些文字的符號 我等一下會會講解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第2章的投影片 哪一陣子的投影片 必須啦 哪一陣子的投影片 那現在到 不就來 就在這裡 我們先坐在這邊 一年期 那結果 那它是 那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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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講到一點結構系統的概念 我很快的帶過去 不花太多時間 那這台灣最高的大樓 建築的構思我也不講 你就看看 那物盡其用 用得其所 那他有結構幾個基本要求 機能、安全、經濟、美觀 這四個要符合他的要求 這你看國外的 他們在比較各個高樓 這是Inscale做的東西 那這個是已經倒塌的急急火車站 921在重建 他的木構造 看一下和各式屋價 建築結構裡面要注意他結構設計的原理 你們所修的淨藝學 財力 甚至以後的RC 都跟這個有關係 好那這個是早期的木構造 那是以前我在事務所工作的時候做的東西 OK 這是個模型 那這個也是木構造 它是完全不用釘子 用卡榫 這叫斗拱 斗拱 斗拱的目的是要外挑的屋簷 就是所謂的懸臂樑外深 那他那時候利用斗拱的設計可以讓屋簷出挑 那結構系統裡面包括這麼多 我們現在大部分用的叫整體式構造 這部分我們看一下 這是早期木構造的墓地坎 所以在下面會有一些通風口 日式建築都有一個墓地坎 那這個都離地面GL線上高 大概45公分 那這是木構造的房子 你看一下就好 這是木構造的 這是筍接的 對這有的筍 這個沒有 這不他這沒有做筍接 他只是靠一個 刻一個nuch 然後整個放下來而已 這個俗稱名稱叫牛腿 還有更明顯的牛腿板 這個出挑 這個跟彎具圖是有關係的 弦必然的彎具最大在固定端 對接點 一樣 那這是天花板裡面的吊木金 你了解一下 這邊也有屋架 你看到沒 這是要拆掉的眷村的房子 裡面是用磚造 屋頂是用木構造 早期是這樣的技術 這車城伯物博物館 好像木構造 其實裡面是夾的剛構造 那這個各位不用講 這很有名的積木 這個叫土鉤 全部都是用土石磚 土石加稻草 稻梗 曬乾的稻草的稻梗 然後弄成磚塊 這是石構造 在台大的校園 這個在新設磚構造 比較有趣的是窗台 這個泄水坡度 非常的特別 用整塊磚做 這早期的磚構造 很漂亮的地方 這台大 你看現在很多貼磁磚 都學他這個樣貼 其實是早期用磚構造疊的 這是很標準的英國式氣坊 它裡面的紋路是不一樣的 很漂亮 結構型是最強的 這個就是一個45公分的木地坎 地龍牆的高度 底下是RC加牆 鑽牆 RC加牆的牆壁不是鑽牆 講錯了 它是有綁鋼筋的 他們叫地龍牆 這個是成功大學的成功校區 跟外面的圍牆 你可以看到這個叫火頭磚 磚構造也是一個碟氣式構造 這個蠻美的 火頭磚你可以看一下工程材料 它的強度很高 可是因為它靠近火源 所以磚燒的不一樣 你可以學生病麻吉 這個磚的表面硬度很高 把它鑿毛之後變成不一樣的歷史感 你看這個黑層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糯米橋 在台灣 台灣的石橋 這是在哪裡啊 欸 我剛剛去過了 你突然問 新... 找到地名我不知道 你先Google一下糯米橋 早期它沒有用黏酌劑 它是用石灰殼 牡蠣殼 加糯米當黏酌劑 做起來的 所以號稱叫糯米橋 它現在做好 橋面是平的 那這個是很標準的拱橋 石垢造作的 磚拱 拱是建築的 不能講建築 結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一個抗壓材 可以用協購形式改變 它是有抵抗材料的方式 你可以看歐洲的建築 這是一個競技場 這在南法 欸 這個應該是義大利羅馬競技場 那你看這個是在 那個 我們的那個最高的火車站 盛興車站前面的鐵路隧道 有沒有看到磚拱 這叫拱心石 那這是 國外的教堂 這個叫飛伏壁 所以你可以發覺 這邊好多好多的結構形式 這是鐘塔 這是個模型 這是薄膜結構 921地震館的薄膜結構 這在同門路跟中華路口的 這個mall已經關掉了 在客公館桿旁邊 上面是薄膜 這在新加坡 這是個模型 這在台中東海大學 這是板殼結構 它的結構很像是這樣的原理 這是在雪梨 這在台東 舊的都蘭火車站 它裡面的木構造非常的清楚 這是在高坪舊鐵橋 所以你看到這是航架結構 所以你看到這是航架結構 你看到這是鋼橋 我們很快的看過去 這台北的小巨蛋 這科公館 科公館的萬象街頭 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行架 撐這麼大的一個體育場 你看到 好 好 那看到沒 再往下看的話 這是我們美麗島 蛤 蛤 這就是我們現在常看到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柱 梁 板 其實牆也很重要 抗地震的時候 牆是相當重要的 強柱若梁 你看到這就是梁 你看到地震在加質量快的時候 在搖的情形 你就知道奇怪 他們搖的這是高硬大 現在叫高科大 好 那這個是早期一些結構 這折板 這也是折板 現在結構越趨向於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結構單元 好 結構單元裡面可以看到上部結構 下部指的是基礎 等一下讓各位看看基礎結構是怎麼樣 那平面結構系統 沉重牆 柱根梁 航架 鞏鋼架 那上部結構的名稱 這看一下 柱 梁 梁有分為 小梁叫病 大人叫Gilder 那板叫Slap 牆叫握 屋頂叫Roof 所以你要注意前面這幾個字 是我們結構平面看到的字 好 基礎的形式我們看一下 這獨立基礎 好 好 那你又學RC就知道現在很少做獨立基礎 好 這叫連續聯合基礎 兩根柱很接近只好怎麼樣做聯合 聯合 聯合 什麼叫連續呢 一整排都是基礎 好 連續基礎 這個是法式基礎 好 那 柱的功用是支撐梁把載重傳到基礎 所以結構會倒地震會倒都是柱段 好 好 那兩支撐樓板 傳到柱 好 那這就是柱的觀念 好 這是牆 有看到了 這是現在還在施工 現在快要完工了 這是牆 那牆有承重牆跟隔間牆 所以你會看到承重牆大部分都在電梯間 跟隔間外牆 好 那隔間牆屬於我們講隔戶 隔間牆屬於你這一戶裡面的平面隔間 好 這是圍幕牆 有看到好圍幕牆整片做上去 這是RC牆 我們等一下在畫的時候注意RC牆的時候要畫出來 好 這是鑽牆 這是鑽牆 通常用在浴室 通常用在浴室 這鑽牆 這個是隔間牆 你看一下照片 這親子鑽 ALC 他就這樣做 好 好 那我們就 這是梁 梁的絲座 那屋頂的形式在國內沒有那麼花俏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雪在重 幾乎比較台灣地區平地很少下雪 幾乎沒有 好 我們來看結構圖的種類在書本裡面談到 封面目錄平面 翔圖其他 我們的焦點在結構平面 分層繪製平面相同可以共用 注意他的座標 跟建築平面要一致 那一樓要地下室要畫地界 大概是這樣 好吧 大部分是以公分為主 那比例尺大概是最小是200 最大到50分之一 線條後來再講 座標我們等一下再談 那這幾個符號注意一下 剛剛談過了對不對 層別 Basement Roof Penthouse 好 OK 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大概就先這樣講 那各位看一下 平面圖的試圖方法簡單看一下 不考慮圖廠的存在 基礎板上方1米5平接下室 所以 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在四樓 四樓的結構平面圖是從地板面上1米5平切下室 你看到的4G10跟4G11 其實是腳底下踩的部分 這要弄清楚 3G10是在三樓樓地板往下看 所以這個編號不要弄錯了 了解嗎 好 知道就好了 好 那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張是我們等一下要交的東西 各位應該書本上有 第幾頁呢你翻翻看 都有 那 我記得是在 你看一下 這是法式基礎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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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52月 在52月 你要完成第一張圖 我預計三個禮拜後交 我預計三個禮拜後交 那這一張 那這一張的圖面內容蠻多的 希望你真的專心聽講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相當多的尺寸 OK 好不好 我們大概先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講 OK 好來 先休息一下 怎麼樣 我要去一下照片